和2005年相比,201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民體質監測報告 顯示澳門男女幼兒的體重困值和BMI指數困值變化不大 依據各民體質測定標準 幼兒部分身高的標準體重、評價標準 男幼兒三至六歲各年齡組超重的人數比例分別是 5.2%、13.5%、11.6%和15.3% 除年齡增長而增加的趨勢 女幼兒三至六歲各年齡組超重的人數比例分別是 4.9%、6.8%、7.5%和6.8% 要小朋友將來擁有健康飲食習慣 做父母便要擔當重要角色 小朋友的飲食習慣主要是依賴父母 而在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更喜歡模仿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 所以父母應該以身作則 和他們一起培養出健康的飲食習慣 三至六歲的兒童擁有一個小小的胃 要他們吸取所有營養素 選擇食物時就要加倍小心 根據中國營養學會建議 三至六歲兒童每天需要攝取 1300至1700卡路里 家長應該為小朋友選擇營養價值高的食物 例如全菊類食品、牛奶、新鮮肉類、蔬菜、水果等 家長應該避免選擇兒童喜愛的高脂、高糖食物 例如香腸、雞翼、魚蛋、雪糕等 要滿足兒童的日常所需 小朋友除了每天要進食三餐主餐之外 在餐與餐之間還需要加入健康的小食 以及避免在吃飯前給零食他們吃 以免影響他們的政策胃口 2010年監測報告顯示 除男生的BMI在10歲和11歲年齡組低於2005年之外 其餘年齡組均在2010年高於2005年 女生所有年齡組的BMI均在2010年高於2005年 其中女生在12、14歲年齡組及男生在8、22歲年齡組 差異具有顯著性 因此 教育企青年局就學生飲食營養推行一些計劃 包括健康早餐及小食與學生健康五線 健康早餐及小食 健康的早餐能夠為學童提供足夠的能量 以應付一天的學習 由於學童及青少年消耗的熱量較大 小食能夠幫助補充身體所需熱量及其他營養素 我們鼓勵多供應給學生的健康早餐及小食 以全麥、低脂類、高鈣食物、低鹽及低糖為主 鼓勵多供應給學生 全麥、五菊類 例如全麥包、全麥麵條、紅燥米、燕麥片 低脂奶類食品及高鈣食物 例如低脂或脫脂奶、低脂芝士、硬豆腐及西蘭花 不同顏色的蔬果 優質的低脂肪蛋白質食物 例如雞蛋、豬瘦肉、魚類、去皮雞肉等 低糖飲品 例如清水、無糖鮮榨果汁、無糖、低糖豆奶、燕麥飲品 學生健康五善 飲食均衡對學生來說都很重要 均衡的五善指五菊類 例如飯、麵、意粉、麵包等 蔬果及肉類的比例應該為3比2比1 增加水果蔬菜進食量 每日五蔬果、三份蔬菜、兩份水果 減少糖分的進食量 糖分高的食物 例如汽水、曲奇餅、忌廉蛋糕、雪糕、加糖食品、飲品 減少肿脂肪進食量 油炸、煎炒食物 例如炒粉、麵、炸薯條、炸雞腿、薯片 減少鹽分的進食量 加工醃製的食物 例如午餐肉、臘腸、炸菜、鹹蛋、醬汁、即食麵 而在成年和老年人的組別入面 體重超標的情況也有上升的跡象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從小就應該要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健康的飲食習慣 和經常保持運動 成年人方面 本次監測報告顯示澳門成年人肥胖率有上升趨勢 而上升率在中年以後最為明顯 肥胖率在40至44歲男性更達13.6% 比起2005年上升了9.1% 情況令人關注 根據中國營養學會建議 一個中等身材和中等體力活動水平的成年人 一般每天需要攝取2000至2700卡路里 而熱量需要取決於體型和身體構造 年齡、性別、工作性質和體能活動量 當熱量攝取多於消耗時 多餘的熱量就會以脂肪形式儲存於體內 體重亦隨之上升 要做到減輕體重 可以增加能量消耗和減少熱量攝取 每天減少500卡路里 一個星期便能減少0.5公斤 要做到減少500卡路里 我們建議每天減少250卡路里的吸收 和增加250卡路里的消耗 而安全減少速度為每星期0.5至1公斤 要有效控制體重 便要有良好的飲食習慣和恆常運動 平時應該減少高脂肪、高膽固醇食物 特別是減少飽和脂肪食物的份量和次數 肥膏、雞皮、忌廉和動物內臟 還有植物油 例如椰子油、棕櫚油 因為食用過多 膽固醇和飽和脂肪 會增加血液中的腫膽固醇和壞膽固醇 引起血管硬化和閉塞 引致觀心病或中風 煮食時應該少用油、多以焗、烤、燒、蒸、桌等方法來烹調食物 201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民體積監測報告顯示 澳門男性老年人肥胖率亦有上升趨勢 隨著年齡增長、新陳代謝率下降 人的肌肉量、體力勞動、職業和社交活動減少 因此老年人的能量需求亦相對減少 而根據中國營養學會建議 一個中等身材和中等體力活動水平的老年人 一般每日需要攝取1700至2200卡路里 話雖如此 這並不代表著年齡層的人群、營養素 例如鈣質、鐵質、維他命的需求 隨之下降 從營養學角度來說 老年人的營養攝取亦應該是重質而不是重量 由於老年人的腿液、胃液和消化酵素分泌減少 影響食物消化和吸收 加上活動減少 以至長度的餘動緩慢 進食時 便應該慢慢嘴嚼 以及每餐不適宜食得太飽 以免令消化系統負荷增加 進餐後 最好不要馬上躺下休息 以免阻礙食物消化 另外 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 亦普遍發生在老年人群之中 由於長者的味覺神經細胞 隨著年齡退化 令他偏向喜歡進食較濃味 又或甜味的食物 建議長者在烹調時 多些使用天然的調味料 例如花椒、薑、蔥、蒜頭 來減少用鹽或糖來做調味 在防止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半症 蔬果當中的纖維素 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因為纖維素 能夠減慢長度之中的糖分 進入血液的速度 有助平衡血糖水平 控制糖尿病患者的病情 促使膽固醇和脂肪排出體外 有助降低血液之中的膽固醇 及預防心臟病 由於食用纖維熱量低而飽肚 以高纖食物代替高糖、高脂食物 有助於控制體重 因此老年人每天應該攝取 三份蔬菜、兩份水果 以減低慢性病的風險 最後,體育發展稿 希望透過與相關協助機構 合作出版的這套綱碟 藉以提高市民的健康促進意識 引導市民在日常生活租 逐步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我介意 trips 希望保持人心臨